麵粉倒入锅中,加入500ml的水 用手搅拌均匀 一边搅拌,麵粉要融化 一边搅拌,感觉会融化 一边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5分钟才继续做 5分钟后,把水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边,我用一块隔章布,铺在碗上 一块隔章布就可以了 把水倒入,倒入 倒入,开始 把水倒入,压出 压着这个粉 最初的麵粉 是麵粉 是麵粉 如果不需要麵粉 我們可以繼續 用漿 醬汁 水 准备些筋 准备些筋 可以不要, 洗乾淨 我们取得乳漿水 有750CC 所以 相对来说 稍後加水下鍋煮 最好是1比1的份量 又是750克的水 倒入鍋裡 倒入鍋裡 煮滾 完成 然後加8克的明白 現在把8克的明白 倒入滾水裡 用鏟弄溶去明白 煮至50下滾 就可以開始 倒入鍋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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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攪拌 將鍋裡灑 倒入鍋裡 火鍋不用閉上 倒入鍋裡 煮至10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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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鍋裡 可燒 煮至10克 現在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關火 將糊煮到鍋裡 放入压子 将压子压住 压到压子 压到压子 压得压住 把这个漿糊放入好几个小时 放入最后一旦放冰冷几个小时 让它要放冰冷几个小时 放冰冷几个小时 放冰冷几个小时 煮乾淨 然後倒水 蓋上面 蓋上蓋子 放在這裡,定期換水